接下来我们来创作一个有关于梅的一幅画 我们用吹墨的方式来表现梅花 那我们就开始了 先把墨汁倒在纸上面 原先是每个人有五个的 五个 谢谢 然后用吸管把墨汁吹散 真的有树干的感觉 脑子里面要有构思 慢慢地吹出去 主干是很粗的 往边上把细的都一条一条吹出去 哇 你的好好 我觉得我很擅长吹这个东西 听我看的 缺氧了 第一次画画画得这么累 感觉没机会 诚哥 你唱歌的 我感觉画一幅吹画应该是跑三千米的量 美术和体育课一起上 我吹好了 你吹好了 吹好了就可以往下一步 用五根棉签弄成梅花花瓣的样子 这个印尼占了以后 再占到你这个树干上面去 干了以后要点那个眉心 我穿过一段时间 我看我现在用来 你稍微她是一颗的 但是我要拍的 那我还会快走 我可以看我 我看我明天 这边 如果我们不相信 我但是我看我 你不相信 就不相信 你不相信 三星 三星啊 你们觉得那个小七姐的那个怎么样 看什么呀 小七姐 五星 五星 你们打星是可以拼颜值吗 什么意思 好同学们 那我们最后背诵一下 刚才王勉的那首莫美诗 莫美写 莫美冕王勉 我家喜宴 石头树 朵朵白白淡莫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亲戚满前坤 中国的美学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对 中国历代的我们这些大家们 都是在大自然当中 用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 去解构了自然 去观察了自然 然后去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在画里 在诗里给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人的这种美学是来自于大自然的 这个根不能变 对 奇套 Lithuology 浩昌明间艺术馆 这奥昌昌应该是生 descend 自己起的名字的 对应该是 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我是这里的馆长 我姓洛 免贵姓洛 洛东 你这主要展什么 你的主题是什么 收藏了大概十多个品种的 一些住寄地方的 一些老的遗存 对女方嫁到男方的 准备的东西 准备的一些家具 延绵舍礼 慧珍 你看这儿 你看这儿 你看看 对吧 叫做 天哪 我想起来了 就是我